為了照顧昌華館鄉親健康 昌華館政府辦理省林 喺公寧台獎服務 跟學黨佳股台獎 今天再起在昌華市 昌宮華東中心辦理頭一座 喺公寧台獎順位服務 客黨開泡以色 現任邀請鄉親擁有參加台獎 在昌宮社區政務社當中 昌華市喺公寧台獎正是客黨 為了照顧官民的健康 以及政見台獎服務可建成 昌華館衛生局將主動安排 並且搭配慶公寧台獎順位車 9點服務 在昌林方面 將六少爺台化酒品的禮開始 靠達到昌華市43年 還辦理一張免費慶公寧台獎 社區男生議員安排 服務也能主動跟衛生局聯絡 疫苗發生可以說 是我們國人10台的感染 現在排隊的 因為空氣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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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總共管政府 購買一台廢工能篩選的行為車 因為空氣的汙染 我們現在要入市 在昌華市合余 新港和山車的使用電線來做 最主要就是希望 我們這裡的社區 我們這裡的風氣 是大家來搬 搬廢工能篩檢測的檢測 然後我們小孩也要去學校 小孩也要搬 因為小孩如果說火骨燒 氣喘 如果之前發現到後來調查 後來才不會說 火骨燒、苦骨燒的這種現象 所以希望我們這裡的風景 是為了我們身體健康 我們除了不要借助空氣汙染以外 不要亂買什麼東西 然後自動車的監測到要騎 我們坐公車 工廠的這個汙染 我們也能夠 觀眾也能夠來要求 這個要負責政府擺放的這個標準 希望我們的空氣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清潔 我們身體越來越健康 也希望我們這裡的風景 是要支援自己身體的健康 來安排到你的理想 你的傳想 大家擁有來參加 中華市長表示 真感謝廣護對中華市民的勇心 中華市公所將會負責協調的節眠 讓中華市民的健康治療保障 中華市民可以提早 檢查這個火功能 在早期譬如說 這個氣喘 可以提早這個火功能有退化現象 可以提早來做一個發言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所以我們中華市公所 會負責到這個安排的節眠 不然我怕會完結 受資 所以說 剛才他就說為台化區 去設立先開始 譬如說我們今天先到的南區 他們就是計較 所以你如果直接開始 就要為人家開始 了解為台化區 這樣比較跟負合情理 大家說對不對 這次的台獎是由 中華基礎教育便宜合作 在台獎服部以外 為省共和結合 館來三大醫療提供 建立完成的 厚秀健康照顧望路 提供全面向健康照顧服務 新中華新聞 北明臨中華才訪報道 帶大家來看